刚才我选了好几个角度来自拍 也没有找到一个特别 特别好的地方 因为这个博捞星宝门呢 这个门口的人太多了 就像那个巴黎的凯旋门一样 但是凯旋门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的门口是走车的 所以你必须给 离开有一定距离才行 但是这个博捞星宝门口是个广场 所以他妈的你躲不开人 它这个里面设计的就是反一巴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这几个柱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几个柱子 然后那边是国会大厦 希特勒的国会中红案就在那 然后呢 这个宝门里面有一个这么一个雕像 这两盘的建筑都很新啊 都是翻新的 原来都被炸没了 这就是博捞星宝门 我其实在小的时候啊 我还画过这个博捞星宝门呢 但是那个那个画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走了 应该没有了 但是我又给它改变了一点点 现在我已经到西德了 还没到过了家马路就是西德 因为这个波捞星宝门呢 它是隶属于这个东德的 然后呢 这个是它背后的这个广场 它背后的这个广场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门 广场的那一边就是西德 这边 当年在这边 这个应该是有柏林墙的痕迹啊 我看看你能不能发现啊 好像现在这个也不是很清晰了 我先过马路吧 德国这个马路没有搬马线 我就走走看一看 这边是个大公园 但是理论上讲 应该这条马路就是 就是这个 柏林墙的遗址 这是它的背面 背面也很屌 我现在去公园看一看 哎 这边有一个旅行车 你看这背面人就很少了 因为大家不照背面 感觉门就只有正 两边都是转